不是不爱了,而是爱不起了,爱也是需要条件的,不是所有的爱就一定有好的结局,感情里只要出现这四种特征,一般都不会长久,看看你是其中之一吗? 1.爱得太深的感情 再爱一个人也不要迷思自我,一个人一旦在感情里亲近所有,就会很容易变得卑微,失去自我,最好的感情永远是自爱到六分,四分留给自己,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为了爱情放弃自身,思想当一个人不懂得珍惜自己,连自己都不爱的时候还能指望别人来爱你吗? 2.所以爱别人的同时,一定也得先学会爱自己,要不断地提升自己 2.单方面付出的感情,爱是双方面的付出,好的感情永远都是真心换真心,爱情就像一个弹簧,你越是努力靠近,就越容易让自己远离 3.当你一次一次地靠近,换来的都是对方的冷漠,人的感情都是有限的,不断地消耗自己的感情,就是等于慢慢磨灭自己爱下去的决心 3.所以在恋爱和婚姻里,要有一定的限度,只有保持刚刚好的付出,才会让你收获最美好的爱情 3.三观不合的感情,常常听到说三观不合的情侣,最终是走不到一起的 3观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,指的是人生世界观,价值观 但是平时的相处中,一些小事会折射出一些三观上的分歧 3.比如你喜欢看书,他喜欢玩游戏,你喜欢假期去各地旅游,他就喜欢宅在家里 他说旅游有什么好玩的,不就是花钱遭罪吗,躺在家里多舒服 3.简单一点来说,我眼中的生活,他眼中的浪费 有这么一句话,外貌决定有没有可能在一起,性格觉得适不适合在一起 物质决定能不能稳定在一起,而三观决定能不能长久在一起 三观不合的感情是真的煎熬,思想,话不投机半句多的生活,那该有多压抑啊